请问这里有什么凉茶 这里有我们的菜单 你可以看看 你这里有那个吗 嗯 什么来的 就那个啊 很火那个 就是什么呢 凉茶特产在广东 老广牌凉茶 国家集飞营 夏日限定宾广市 猛难必喝 欢迎品茶 凉广式 什么来的 那你给我来杯凉茶加冰块 哎 五分糖 专家表示 网红喝法看着美 但其实背后已经违背了凉茶的规律 经过折腾后的凉茶 还是凉茶吗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广东省凉茶博物馆的讲解员 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凉茶是粤港澳地区 民间采用复方货 单位中药厂熬制的中药汤剂 是在体内发挥 消除内热的一种功效 那如果再加入冰块 会产生粮上加粮 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适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归到 本就硬核的老广味道 经济的飞移 Fighting 相传在1800多年前 也就是公元306年 耿吴先生来到岭南地区 当时岭南脏气流行 于是他便释取他的医学 上山去产生各种中药草 并将这些中药草熬成一系列的中药汤剂 并给这些中药汤剂取了一个名字 叫凉茶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药材 这几个药材呢 是我们广东人家最为常用的凉茶药材 来讲清热解毒 还有呢就是会止咳神经 那在获得这些药材之后 我们是怎么样去把凉茶熬制出来的 首先呢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药材的用量 用我们药等来秤药 选取了这个药材之后呢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沙包里边煎煮 首先是用大火煎煮 等水煮沸之后 再转换为消火煎煮 大概是30分钟 煮沸关火之后呢 咱们先别着急 把它倒出来喝 而是在沙包里边焗大约15分钟 最后品尝它的药效才是最好的 在粤港澳的共同努力下 凉茶也在2006年上榜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物 当时呢是由16个凉茶品牌 及54个凉茶秘方 树语 共同申请加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它的床承方式呢 有以下三种 一种呢是家属床承 第二种呢是品牌 秘方 术语的租赁方式 第三种呢是入股方式 许多凉茶品牌呢都是靠带在香床 在严密的床承下 自身的凉茶品牌得以保存 凉茶秘方呢义无外界掺杂 凉茶文化从萌芽 光赏 兴盛 全仰藏着凉茶人的执着 如今邻里于粤港澳的凉茶铺 更是形成了一道道连击起大班 去各地的独具情怀的风景线 也是代代劳广记忆中的童年味道 凉茶虽苦 但苦中作乐 苦尽甘来 我们也期待这个味道可以一直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